尤其是在牛市来的时候 因为DP我们刚刚讲到 它会是 首先它需要调动大量的人去参与 它天生就具有这种传播效应 如果是有牛市的行情 它的价格表现也会不错 尤其是这种比较好的 像N7在上周也是涨幅 在前100名的代币中 涨幅也是排名前三的 牛市它会去加速这个过程 让DP的它这种模式 能够去这种项目 能够获得短期内 能够获得非常大的一个关注 从而它能够也会增强 进一步增强用户 对于这个网络的这种积极性 那么它通过这种代币机制 为整个DP网络的一个可持续发展 它其实是提供了 非常好的一个坚实的一个基础 同时它也是 在用户的角度 它也会为用户去创造了 更多的财富机会 DP它就天然具有这种 吸引传统的金融的这种 传统资金进入的 或者是新人入场的这种能力 那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投资者 在起的一个问题就是 那DPIN的这个赛道 两位老师有没有一些 比较看好的项目 是从二级市场来看 就是DPIN赛道 其实很多项目的价格都在底部 所以我觉得DPIN赛道是值得 大家去伤亡 海面上主网的这些项目 或者是上了主网的时候 币价已经很低 但是代码持续地不但在更新 而社区还是保持很大的热度的 这些项目都应该去关注 我就直接给几个项目 第一个就是Render Network 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渲染网络 当然今年又是AI热 我们看到其实 尤其是硅谷的这些投资人 几乎是都在投AI了 它的代币是RNDR 也是上了蛮多的交易所 第二个存储赛道 我觉得可能空间会比较大一点 就是RV5 RV5永久存储 AR的代币 这也是经过一门牛熊的项目 也是在一个底部 另外一个就是Paniel的HNT 它也是这个项目 其实也是上一轮牛市就有的 底部也跌了蛮多的 其实在最近这一段时间的时候 价格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尤其是也是迁入到了Solala生态 加上Solala生态 最近表现也是不错 还有一个是Paniel 它推出的另外一个代币 叫Mobile 这几个代币 其实最近这段时间 价格表现都非常不错的 好 好